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竞赛会场 相信今天所有的队伍都拿出了自己最好的表现 那我们在提问环节也是相当的精彩 那也互相学习了相当多的知识与技巧 在公布最后一支败不复活晋级的队伍之前 我们呢就先请评审给予我们指导跟讲评 首先我们请中正大学化学际生物化学系的 于淑君副教授来为我们指导 好 各位评审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很开心今天大家一整天下来 然后我们看到等一下马上就会有结果出来 那我个人其实感受特别特别的深 因为我从七年前开始 陪着这个活动 然后我经常就是从说明会 初赛工作方 初赛复赛 那今年特别呢 从说明会 初赛工作方 初赛的过程到复赛工作方 昨天到今天的复赛 陪着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那我非常高兴看到 大家从初赛的过程到 今天的复赛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成长跟蜕变 那我们刚刚有几个评审老师呢 都觉得说非常的惊艳你们今天的表现 每一支队伍都非常非常明显的进步 那我们其实在做选择的时候 其实有些是非常非常痛苦不得不的情况之下 选择今天的优胜队伍啊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在里面也是经过非常激烈的讨论 那我要还是必须因为 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呢 我们的高主任有讲到说 我们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最终的目的 其实不是只来获得经验嘛 那还是希望说以进入到决赛 当成是你们一个学习的目标跟奋斗的目标 那所以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要有优跟胜的选择 那我想经过今天一整天的评审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大家的一些优点跟 不能讲缺点就小小的疏失啊 我们说过一个成功的一个短讲 它的要素有三个最主要的要素 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技巧 那一个是一个架构 第三个是它的故事性跟精彩性 我今天非常高兴看到 每一支队伍你们在叙述表演或表达的方式呢 都把观众当成是你们主要投诉的目标 你们照顾他们的眼睛的感官跟耳朵 以及心里面上层面上面的一个视觉 或者是心里面的感受 所以你们的故事叙述的 大致上都非常非常精彩 那我觉得这是有别于出赛的过程当中 最大最大的进步 那我还是回到这个技术层面上面来讲的话 大家不要忘记 大家是在导读一部电影 所以对于电影的主要内容的叙述 还是希望它能够是连贯的 是能够这个完整的样貌要出来 那今天有部分的少数的队伍呢 其实是在叙述过程当中是切成片段 那个连续性还是有一点点 可以有改进的空间 所以我们讲到说导读 不管你是在导读一本书 还是导读一部电影的过程当中 还是希望它有个连贯性的一个 故事的架构能够让观众稍微能够了解 那今天大家的同影片都设计得非常棒 那但是在表格制作上面呢 还是希望说最好不要像是在做科技报告 不要像是一个报告 还是他希望都能够一点 一些精彩性跟一些美工上面的一些 注意一下这些细节 那我觉得今天队伍非常棒 那我们刚刚跟几个评审老师讲说 其实做出一些选择是很痛苦的 那代表大家其实进步都非常的 空间都非常的大 那我也希望说大家等一下宣布 有一个外卡队要进来 那我希望说七支队伍在决赛的时候呢 应该是非常这个精彩可期 那我也预祝各位在决赛的过程当中能够非常顺利 那也希望你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从初赛复赛到决赛能够学习到很多 在学校没有学到的东西 而且刚刚有一队说来这边看到女孩子 然后这个交到女朋友 然后这个 这一队会给你们的这个 你们讲是脑内多分什么之类的 有一些奖赏 那我也希望说不只是交到女朋友 交到男朋友或者交到好的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余淑君老师给我们的指导跟讲评 接下来我们请自由作家叶里华老师给大家讲评 好 谢谢大家 我目前的身份就是自由作家 不过呢以前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跟科幻相关的推广的活动 前前后算起来差不多20年了 然后呢 去年的11月我记得非常清楚 去年11月的某一天 我们的高永泉主任打计划给我说 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我说什么事情 他非常慎重地问我说 能不能够用科幻当作明年的青年尬科学的主题 我说这是问题吗 在我看来绝对不是问题 当然应该 当然可以 我说我努力了20年 其实就是为了要把科幻跟科普结合在一起 这一天我终于等到了 谢谢 因为在我看来 科幻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面向 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就是当作科普推广的工具 所以呢 今年我们当然是拜这个马力学来的科学惯人之词 刚刚好 它是200周年纪念 所以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科幻200年 然后我们在开这个顾问会议的时候就想到 怎么样子用最简洁有力的方式 让同学们透过接触某一些小说某一些电影 然后呢很快地能够认识科幻 而且呢不只是认识科幻而且是就像我说的 把科幻当成一种科普的学习或者是推广的工具 那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复赛的五部电影 其实当初我们几位顾问精心挑选的特色之一就是 相互之间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的重复 这点大家应该认同吧 好 可是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 就是我们精心挑选了五部 但是今天听过来听过去听过来听过去 好像只有三部 所以非常非常希望到了绝省的时候 真的能够有五部电影通通都出现 我这个暗示已经够明显了吧 好 那事实上呢 今天没有被讨论的两部电影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我说的那个讨论的那个方向 其实仍旧是科普的方向 虽然有人认为《骇客任务》基本上是一部哲学电影 没错 其实你去查的话 有很多的哲学家非常喜欢看这部电影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科普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它同样能够有很好很好的发挥的余地 那这个明天过后更不用说了 标准的一部那个气象的那个主题的科幻电影 而且是非常难见的一个主题 虽然这两部电影同样也有很多漏洞 但是呢 挑出它的漏洞同样是一种科普的工作 那另外呢就是 当然要谈一谈今天我的一些感想 那因为很多很多的优点 刚才于老师都讲过 我就省略了 那我只是稍微跟大家加强一点 或许也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就是呢 我自己年纪越大 又越觉得历史的可贵 那拿我自己当例子 其实呢 我以前自己在读 不管是数学或者是物理 这两个科目都是我的最爱 但是呢 我都不太注重他们的发展史 那直到我毕业拿到博士之后 开始做科普的推广工作才发现 哦 原来这个科学发展史的脉络 是那么样子的重要 所以后来呢 我就把这个精神推广到所有的 我所推广的相关的领域 不只是科普 甚至是科幻 甚至是其他的一些 跟创意文学相关的领域 我都会鼓励同学们 尽量地从这个历史发展的脉络 来设身处地的 来为当时当代的读者观众来着想 那这一点呢 大家将来在决赛的时候 或许可以更为加强 也就是说 你自己就假想 比如说如果你要谈猪落记公园 你就假想你自己是差不多25年前的观众 虽然很难 但是呢 或许跟你们的长辈来讨论一下 问问看 当初他们在25年前左右的时候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那种震撼 那然后呢 射身处地来想 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观众 你为什么会受到这种震撼 虽然这种震撼 到现在来说的话 已经很难很难 重新地表达出来了 可是呢 如果你能射身处地地想 比如说 刚才有一对提到了凡尔纳 我就很高兴 因为呢 每一次谈到跟太空相关的科幻预言 我最喜欢谈的起点 也就是凡尔纳在这个 19世纪末的时候 应该说是19世纪中叶 1865年左右的时候 那一部这个登月的 应该说 严格兰其实也不是登月 而是呢 月球旅行 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登月 那两部小说 那如果从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脉络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的问题 你就会看出一个深度 看出一个层次 看出一个立体感来 然后呢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立体感呈现出来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短讲了 好 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叶里华老师 接下来我们请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 洪万生坚韧教授 谢谢 我希望参赛的同学 不管你有没有得到优胜 都要保持一种喜欢阅读科幻 或者科普作品的这种习惯 因为如果离开这个赛场 你就不再阅读科普的话 或者科幻的话 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因为阅读科普 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 我觉得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一环 那阅读科幻的时候 有一个面向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切入点 也就是说你在看故事情节在发展的时候 看看在这个情节里面 科学知识或者科幻的想象 对于这个情节的发展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帮忙 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或科幻的想象 是跟故事的情节结合得非常好的时候 那对我来讲 就是最好的科幻小说 那各位一定可以从这样的小说里面 去分享科学家 对于科学知识的一种追求 所得到一种乐趣 那祝大家阅读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洪万神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中院大学物理系的 许金灵教授来为我们讲评 好 大家好 那正如余老师刚才讲到的 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评审为什么要五个人 我终于可以理解了 因为基数我们终于可以分出胜负 所以我必须说很多同学 他最后的这一个表现 都是非常好的 在伯仲之间 那我们评审要分出一个胜负 是非常痛苦的 那我也要鼓励各位同学 也要激励各位同学 虽然今天比赛有输有赢 但是正如我在工作坊 跟大家分享的 在人生的这个旅程上面 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面 你们有所成长了 就人生的观点来讲 你们都是赢家 OK 所以好好的继续加油 希望大家保持这样的精神 继续往前 那今天既然是一个评审讲评 所以我稍微再跟大家聊一下 我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那比如说像 这个内容上面的话 我认为你们为什么是三个人 就跟我们刚才的评审一样 你们在讨论内容的时候 你们三个人都可以出意见 然后呢你们关注一个重点 科幻是有趣的 同时科学也是有趣的 我们叫做青年尬科学 所以你们在讨论这科幻内容的时候 讲到我们现在 这个科幻延伸出来的科技的进展 不要把这个进展值罗列上去 如果你能够就这些科技的进展 再讨论一些它科学原理的细节 而且呢 让你觉得惊讶 有趣的地方 你们三个人可以表决嘛 OK 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我听过 我没听过 表决一下 你们三个人觉得有趣的东西 一定也可以打动大家 举个例好了 刚才比如说 讲到我们这个关键报告里头 用红膜去识别 那红膜识别 活体的识别 其实是不合理的 你再一个研究下去 其实它是没有要识别的 电影演错了 你想要吐槽它 这个地方 其实我不认为是很多人知道的 那讲出来是有趣的 那它背后科学的原理 为什么眼珠死了 就不能够识别呢 跟它的血管这些分布有什么关系呢 讲出来是很有趣的 把这一个你们觉得有趣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不是很棒的吗 所以三个人 你们就可以像关键报告里头的先知一样了 大家互相讨论一下 觉得哪个东西是有趣的 记得把它highlight一下 好不好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们大家都很有想法 把自己的意见都丢上来 然后变成你们投影片的时候 小心也不要掉入一个误区 因为它的意见也很好 你的意见也很好 然后最后上面堆了一大堆 就变成一个投影片大知识的堆叠 那堆叠太多 之间每一张跟每一张之间的东西 不连贯 那看起来 其实也是没办法达到它的效果的 OK 我也 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嘛 这个我除了做科学之外 也会参与一些 科幻动漫画 像《仲甲鸡舍》 这个动画我们正在做的编剧 我们其实注意到一件事情 OK 你里头有很多角色 你想要让每一个角色都突出 每一个角色都有很多戏眼 结果就是 主角不突出了 你这一定是有取舍的 你把配角的戏加多了 主角反而就受到损害了 所以你把你的东西都一滚好 把它丢上去 OK 那你正要强调的重点 反而会因此而不明显 反而损伤了你的 这一个talk 这个短讲的说服力 不过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件实话 因为这些你找来的资料 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通影片 都像你的小孩 要杀自己的小孩特别难 这是我在编剧的时候 非常深刻的体认 我辛辛苦苦想出来的故事 我辛辛苦苦做了好多考据 把它生出来的 就像我的小孩 现在你说会把它杀掉 OK 把它做 跟我的主题主軸无关 我把它拿掉 非常痛苦 于是你们三个人的集体合作 又有了好处了 你又可以投票 你们三个人就投票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很有趣 但是跟我们的主軸不符合 或者说我压根就觉得 它不有趣 要把它拿掉 OK 如果多数诀 如果真的大家都这么觉得 你就把它拿掉 OK 利用你们的集体智慧 让你们的内容更加的能够聚焦 OK 这是我可以给各位在内容上面的建议 然后关于 presentation 上台上面的建议的话 OK 我的建议是 有些同学 其实跟余老师前面的 这个工作坊里头的提醒 也有讲到的 面带微笑啊 不要太痛苦啊 其实有几组真的 很痛苦 我在下面 尽量的 OK 对你微笑 可是你还是用很沉重的表情 回看着我 甚至不敢看我 我想要有几组 OK 在努力的想起台词的时候 甚至有翻白眼的状态 不要这么痛苦 OK 你专注一件事情 你在跟你的听众 产生一个自然的连结 演讲为什么是动能 为什么会动人 就演化的观点而言 就是我们人类 在迈向社会化动物的过程中 最自然的一种感情连结的方式 所以你要尽量跟你的听众 产生这种自然的连结 所以我鼓励大家 面带微笑 然后呢 目光守势 你的听众 尽量 OK 增进你跟听众之间的自然连结 尽量对着他们 想把你的想法传达给他们 自然就会 你的演说就会动人 好 这是我刚才注意到有些同学 拼命的背 然后翻白眼 然后很痛苦的姿势 我觉得可惜的 你的内容非常的棒 还有一件事情 有些同学的投影片做得很棒 OK 可是你站在这边 然后努力你的背你的台词 我觉得有些同学背的是超厉害的 不用看所有的东西 余老师也有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投影片其实可以是你的大操 它可以是你的内容的一个提示 可是你完全不靠这个提示 努力的背出来 我当然很佩服 可是有些同学 有些是男同学 吃亏的一件事情是 你的身高也很高 所以你挡住了你精心制作的投影片 然后投影片有一些效果 你把它挡住了 OK 注意你在演讲的时候 如果搭配了很精彩的投影片 你讲者 OK 拼命讲 后面也拼命演 那听众到底要注意哪一个 就产生了困惑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投影片 有很棒的东西要呈现 你要适当的视线引导 比如说稍微让过来一看 让过来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你的投影片上面要呈现的 你上 刚好也趁机瞄一下你的提示 然后跟大家 阐述你投影片上面要表现的东西 刚才男同学比较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女同学占了一点便宜 因为他们的女同学身高比较矮 不会挡住投影片 所以反而不会有妨碍阅读的问题 不过问如何 适当的视线引导 让大家看看你的投影片 到投影片 然后再回到你要阐述的事情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 好 还有表演的问题 我想要很多同学 在那边表演非常有趣 有带来新鲜感 演讲 短讲之间有新鲜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以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那 小心不要坐过头 这个抓住大家的吸引力 而且呈现你们的teamwork 我觉得很不错 可是如果你演过头 有一件事情 会损伤 你跟听众的自然连结 因为你在表演一个东西 你在演一个东西 你自顾自而陷在你的一个角色里头 可不要忘了 演说是 演说者要跟听众 传达一些讯息 这个自然连结 连结起来以后 传达 我是对了你说话 OK 这件事情连结起来以后 感人的力量才会大 所以表演很OK 抓大家的注意很OK 可是不要过头 我这边强调的才是这件事情 过头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你在表演的小剧场里头 然后你其实并没有对着你的听众讲 传达讯息 好 这边我跟大家提醒 差不多我要提醒就这些了 然后有一些同学 天生声音很有表情的 这很棒 OK 比如说刚才的量子领域 The Tank 这几组里头都有同学 声音非常有表情的 这天生就很适合当演讲者的 很不错 但是其他同学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 其实你们也不见得是 没有演说的天分和吸引力 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从问答的时候 我注意到 一些同学在问答的时候 反而表现得更自然 在台上讲的时候 反而比较硬邦邦 反而比较生硬 可问答的时候 反而自然的出来了 所以我发现有些关键在于 大家还放不开 OK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你上台来 OK 其实是对着下面 传达你要想讲的东西 你辛辛苦苦 做了这么多事情 做了这么多准备 就一定有些想法 是要跟下面分享的 OK 所以不是在背东西 我时间到了 不是在背东西 而是在传达意念 掌握这件事情 我想你们一定会变成一个很成功的演讲者 好 我已经被催促了 我到这边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许经理老师 那我们今天也来了一位贵宾 是我们青年尬科学竞赛的赞助单位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董事 陈建邦先生 我们请陈建邦董事来为我们致辞 首先谢谢各位评审老师 陈建邦同学奋斗到现在 那我这边要先请各位同学想个问题 全世界最大实验室在哪里 为什么 为了这个其他问题 很多可能想说 会不会是那个重力波实验室它很大 或者是欧洲核子组织 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苹果的实验室 大概三十年前 有一家美国公司在告台积电 也就是他们代表一个专利大师 这专利大师 他有几千个专利 所以他专利就是 可以把全世界的公司都告倒 因为就不管是Hitachi的IBM 反正每个都被告 那就有记者问这个专利大师 说一个人能有三千个专利 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的实验室在哪里 你怎么做出来的 你这个摄影站要画图的 他就说这专利啊 没有啊 我没有样品 他没有那个什么popotype 他说这专利都是 用头脑想出来的 他说全世界最大的实验室 就是在你的脑内里面 这各位同学就是 为什么要看这这么多科幻啊 就是要无限激化你的这个头脑 变成全世界或整个宇宙最大的实验室 那刚刚叶里华也提到说很多东西啊 它的意义你可能回到三十年前里想 我一跟他讲三十年前的故事 三年前我跟一个日本人在喝酒 我开玩笑 说你们知道这个 前台湾最有名的日本人是谁 哪个日本人是台湾最有名 他们有意思啊 第一个讲是不是三船闽娘 我说不对啊 我说是公奔五丈也不是 是不是基勇小白不是 日本人怎么猜不到 我给他提示 我说你们怎么猜不到呢 说最有名的要有名 而且是老人小孩子都知道 我说这个三十五年前啊 台北国医师小 有做过学生的测验 要小孩子在考证上填答案 说全世界你最爱的人是谁 结果捅起来 这个第三名是妈妈 所以妈妈很可怜的耶 三十年前妈妈在儿童心目中 只能是排第三 第二名是蒋总统 蒋经国总统 哇 所以你们想一想 三十年台湾的爱国教育多成功啊 现在教育很失败啊 没有人爱总统 结果现在你猜出来没有 小朋友答案第一名是日本人 你们猜的是哪个日本人 应该有人要猜出来一下 对啊 三十年前 台湾 要知道没有电视 没有网络的时代 那是有漫画 所以郭医师小孩的答案是 那个小叮当啊 头乱的梦 那为什么 这个藤子伯尔雄啊 有无限的那个想象力啊 为什么小叮当可以 那风情全世界 因为他的这个 那个啊 对 歧视异想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从小读诗就是这样 你要融会贯通 你要粗类旁通 但是很少人叫我们要异想天开 那小叮当就是有的异想天开 那这个 美国大学 同时叫 一样有人在叫做科幻电影的历史 或者他的哲学 那各位同学这个 还要进入这个最后结算 你们就最后在 在异想天开 一两礼拜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紧张的时刻了 现在我们要来公布 2018 采集电杯 青年尬科学 科幻200年 最后一支 败不复活 晋级决赛的队伍 好 它是英文名字的队伍 好 晋级的就是 Let 那接下来 我们要公布两支后补的队伍 第一队 它也是英文名字 是Brand New Man 第二队 第二队是福特野马 开价200万 恭喜以上队伍 那今天除了恭喜入选的队伍之外 在场的每一支队伍 其实都是打败了众多的好手 出赛将晋级到复赛 来到现场 那虽然说没有办法晋级到决赛 但是各位表现真的相当精彩 像很多组都让我们台下老师也是露出会心一笑 甚至捧腹大笑 所以大家就是相当的值得也是要肯定自己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颁发口说出赛表现优异的奖 那我念到的组别请你上台受奖 首先呢我们请余淑君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奖 我们请福特野马开价200万的组员上台 祝福特野马开价200万的组员上台 谢谢余淑君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请红万生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奖 我们请Brand New Man的组员以及指导老师一起上台 请红万生老师留步 红万生老师留步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颁奖下一组 幻想普罗米修斯 请幻想普罗米修斯的组员以及指导老师上台 好 谢谢 谢谢红万生老师 接下来我们请许金玲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奖 我们请胡赖队 胡赖队的队员以及指导老师一起上台 好 那我们请许金玲老师留步 那请学金玲老师帮我们颁奖文胜直泽阳 请文胜直泽阳的同学以及老师上台 拜拜 好 謝謝幫我們頒獎的老師們以及得獎者 那頒獎到這邊還沒有結束喔 大家是否還記得我們昨天上午給大家的超級大驚喜 雖然說大家臉上都是露出驚嚇的表情比較多啦 對 就是我們有一個個人寫作競賽 就是大家都是昨天才知道這個競賽的 那參賽同學都很優秀 那就是我們的題目是 我們要請同學對科幻電影去提問 那我們在寫作工作坊之後呢 就請同學們撰寫一篇六百字的文章 那從這三十六篇文章當中 有選出一位首獎 一位傑作 跟兩位傑作 總共是四位得獎同學 那我們就請寫作工作坊的講師 王道環老師來為大家公佈得獎名單 大家辛苦了 我今天看到大家的表現其實真的是 只能用刮目槍看來形容 大家表現實在是太好了 那所以我一看到余淑君老師 一看到許晶玲老師 一看到這個葉里華老師啊 我都向他們恭喜 說他們昨天下午的講習實在是太成功了 可是我仔細想一想 我發現我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推手 因為 我昨天上午給大家來了一堂震撼教育 來逼迫大家重新去思考自己所想講的內容 顯然是受到了效果 OK 所以我昨天晚上讀到的作品 都讓我很驚豔 一般說起來 都超過了大家在出賽的時候的導讀文 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總共有四個獎項 就是一位首獎 一位傑作 然後兩位佳作 那我由於我看到太多好的作品 所以我另外跟這個 我們CASE要求再另外增加兩個獎 不過我們現在先宣布 我們的兩名佳作 第一位佳作是新北市私立竹林高中的陳彭穎 那第二位佳作是新北市 這個符合國中的胡彥倫 然後我們的傑作是一名 傑作是這個台中市小明女中的張珞晴 然後我們的首獎是 桃園市武林高中的游紫玉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OK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請 請 請葉里華老師為我們先頒發 佳作兩位同學 就是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中陳彭穎同學 跟新北市符合國中胡彥倫同學 寫作競賽佳作 每人可以得到獎牌一面 獎狀和獎金一千五百元 那我們請到台上受獎 那頒獎後也請看前方鏡頭 謝謝 我們來拍個照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科教中心的大家長高遠淳主任 來為我們頒發傑作獎項 獲獎的是台中市私立小民女中的張珞晴同學 傑作獎可以得到獎牌一面獎狀還有獎金3000元 那我們一起看前面拍個照 好那最後首獎的部分 我們就請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的陳建邦董事 為我們頒發首獎 請桃園市武林高中的尤子玉同學到台前來 首獎可得獎牌一面獎狀和獎金4000元 恭喜得獎者 那我們請王道華老師繼續來幫我們宣布追加的兩個獎項 對 我要追加兩位這個獎是 第一位是王子齊同學 第二位是賴映韶同學 第二位是賴映韶同學 賴映韶同學 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的獎金已經發完了 不過 不過 我們跟主辦單位已經商量好了 就是 兩位把你們的稿子拿回去 這個 稍微修改一下 我們可以登在我們case 在青年尬科學的網站上 我們會發稿費 好吧 來 來 來 給 好 好 好 來 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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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木曭 恭喜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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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得獎者